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一季不仅职业改变 连嘉宾都大换血 没了何炯萨贝宁的演播厅 不知道欢乐还有多少 可是周深 毛补义的组合却又让人期待 这憨憨的组合就像是没头脑和不高兴一样 很多人都说 如果他们不做歌手 都可以一起组团开诊所了 其实不然 周深 毛补义不做歌手也可以做搞笑艺人 一起来看看娱乐圈里四个被我们发现的宝藏男孩吧 被耽误的段子手周深 2014年参加第三季中国好声音被大家知道了 一个除了李玉刚以外 又一个声音自如切换的歌手 那年周深才21岁 忙选时一首欢迎 让多位导师为他转身 反串成为了跟随周深的标签 从大鱼开始 周深才真正被大众所熟悉 因反串而独特 却也是困在了这张标签里 人们关心的始终是雌雄 直到歌声里真正被人们听见 一首首影视作品OST 唱的一个情字了得 2017年 周深终于被大众认可 他的声音就像是喧闹城市中的百灵鸟 犹如行走的人肉修音机 宝藏男孩因为歌被人发现 却因为综艺感被人喜爱 别说你没有被周深的段子给逗笑 尤其是一首打了蹦吧 仿佛是唱出了一个人的歌唱般 采访的时候 前一秒还很正经 后一秒就开始炫耀自己会杀猪叫 关键还自顾自的叫起来 闭上眼睛还真就一模一样 真是杀掉一鸣的男歌手 除此之外 杀猪叫也许不能够满足周深的虚荣心 他在采访时还模仿过手机震动的声音 起床的铃声 感兴趣的可以去网上搜搜周老师的杀掉声音合集 相信你能够从中找到快乐 最搞笑的就是 周深曾经上过热搜的微博 头像 当场捕获 后来似乎怕影响不好 就加上了不要模仿 关键有次采访他表示 自己曾用过周笔畅的头像 一直用了两年 才发现那是周笔畅 可是又懒得换了 于是用了五年 还说以后有机会要告诉周笔畅 自己用了他头像五年 拜托 谁听了都会以为你非常喜欢他 另外 周深拆起粉丝台一点也不含糊 人家粉丝夸自己明星都是欣然接受 到了周深这里 画风就变了 粉丝 是领动中愿意拥着炉火去看的白雪 周深 我是人 人 粉丝 我风雪半生直到与你相认 周深 你谁 你风雪半生却还是一个人 粉丝 衣服好看 今天很帅 周深 人不好看呢 前几天不帅对不对 难怪粉丝希望周深每天都过得开心一点 而不是沙雕一些 看似如弱的周深不仅是用歌声征服了观众 还用他有趣的灵魂吸引了一大票的粉丝 真是哪里有周深 哪里就有欢乐 丧蒙的毛不易 说完周深那就必须来说到说到毛不易 他俩在一起 那个化学反应绝对有趣 像是在家族年年年夜饭 毛不易为周深送祝福 结果说到住在新的一年里能够 你以为毛不易是卡壳了 周深还好心的帮他解围 长高高 其实毛不易就是这么想的 但他说怕周深觉得自己在讽刺他 周深现在听到这句话应该会觉得你在讽刺他 毛不易才不上当 直说找不出瑕疵 张少刚倒是实诚 说自己在儿发里 听到跑掉了 还有点哆嗦 听完这句话 毛不易很困惑 你自己都认识到了 还用别人说 毛不易的嘴 厉害 对于粉丝 人家明星那是热情维护 毛不易倒好 怼起来毫不手软 贴心的问粉丝要不要握手 可是粉丝伸出来手 毛不易又吓得后退几步 不愧是粉丝接机 却怕人家离太近 绊倒自己的毛毛 这作为毛不易的粉丝 心里没有一点承受能力 还不一定受得了 对于金钱的喜爱 毛不易也是从不掩饰 一手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就将他的野心昭然若揭 能燃起激情的时刻是挣钱的时候 能让自己情绪起伏的时刻是发工资的时候 最大的理想是当房东 在家躺着就能够收钱 不愧是喜欢自己应援灯是金色的毛不易 可是一本正经的短人却也是一个老司机 被问到女性朋友和女朋友怎么区分 毛不易直接说 他们字面上差了啥 女朋友能享受的福利 除了不能播的几乎没有 这开启180麦的车 一点也不像在创造营里 被撩了就手软的毛毛 对的任何人的毛不易 却也是有贴心的时刻 在其余人生里 安慰40岁的阿雅 40岁就是新的20岁 耿直 坦率的毛不易 性格虽然内敛 歌声就像是带着我们远离喧闹的城市生活一般 可是呢 他就像自己的声音一样 充满故事 或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毛不易 欢乐喜剧人汪苏龙 如果说周深 毛不易是现在的OST剧头 那么汪苏龙一定是90后的QQ音乐剧头之一 徐良 许松 汪苏龙 曾经我们认为非主流的音乐 走街 串响都能听到 不知从何时起 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 这两年 汪苏龙带这些婴儿肥的脸开始出现在荧幕里 这时人们才发现 汪苏龙一点也不非主流 汪苏龙有点有趣 曾经戴着黑框眼镜 穿着白衬衫的汪苏龙 唱着青春里的那些恋爱 失恋 让多少女生追宠 就连汪苏龙自己都说 只是要消费不超过20元的地方 就能够听到他的歌 可以说他是街头歌手 可是呢 你再看到汪苏龙的时候 会发现他变得清爽 却还是童颜 唱着不一样的歌 说着让人舒服的话 采访时 汪苏龙被问到 除了音乐 还想跨界做什么 他淡定的说 想跨界做富二代 就问谁不想呢 一个能把自己耍睡的视频当粉丝福利的明星 说着自己是无数少女魂牵梦绕 最想改掉自己缺点的完美的人 真的是让人觉着 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呢 总是一本正经的 搞笑 大实话 汪苏龙就像是一个搞笑的独剧 一个人可以演完整场 还不会让你觉着无趣 人间精品 大张伟 对大张伟的印象是花儿乐队 可是不知不觉 这个乐队就没了 大张伟也开始被一些观众讨厌 记得跟着贝尔去冒险播的时候 还有人说大张伟很烦 很难笑 但那因夸他声音同真 田振希望他继续组乐队 毛阿敏说 他有点东西 曾经备受夸奖的大张伟 却变成了一个舞台小丑 这几年 大张伟越蓝越红 不断地出现在各大综艺 最终赢得了无数人的喜欢 可能这就是日久见人心 从摇滚音乐到搞笑综艺 你以为大张伟只是一个漂亮小丑 其实他看得比谁都通透 他每每爆出的京剧 都让人觉着话操理不操 对于以前大众的理解 大张伟表示 想当爷爷得先当孙子 有多大想红的决心 就得有多大去承受压力的毅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请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